好 回到节目当中 那当然有时候消费端嘛 对不对 刺激一下 韩剧看一看 可能年轻的妹妹 我看他们也都有时候 像类似那样拍一些网红照 对 因为其实韩剧看多了 大家难免想要 拿着一支折叠手机 也许可以融入 这个韩剧的情境 就比较有那个feel 那其实在股票市场来讲的话 后续大家会慢慢的开始去 针对折叠手机相关的供应链 来做一个追踪 所以我们今天所带来的 全部都是跟折叠手机有关的股票 那第一档股票 我们要看的是新日新 那新日新其实大家对 它的印象好像是全世界最大的 这个中空轴层的供应厂商 但是其实新日新它自己定位自己公司 并不是轴层厂 它定位自己公司是全世界的高精密机构建的厂商 不是这个 这个枢纽是占它的市占率全世界是25% 可是占新日新本身的营收没有那么高 可是这个却在全世界具有领导性的地位 而且我们也可以发现 现在的笔电的轴层其实做的也是非常的小 非常的薄 也就是说其实折叠手机的厚度 跟笔电的厚度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差不了多少 所以这部分的技术 它其实是可以有延续性的 另外它的中空枢纽 这个技术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一个中空枢纽 一个折叠手机的轴层 它至少要能够耐用翻盖 这个20万次以上 要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可是这里面 一个枢纽一个轴层里面 却有高达超过100个零件 所以说有这么多的零件 你要做到多精密的一个契合度 才有办法来进行这20万次的一个 还有翻盖的一个动作 所以其实这副本的一个技术 力是需要很高的 那新的新 它除了是全界最大的NB的枢纽厂之外 而且它还具有金属粉末 射出成型的技术 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要强调 它的一个轴层 还要强调它的耐用 所以它的机构件 也会应用在折叠手机的外壳的部分 那它是连续4年的EPS 都超过6块钱的公司 每股净值83块 我们看一下最近股价的走势 最近的股价是扶摇之上 而且今天的收盘价来看 是创下从7月份以来的新高 我们看的是收盘价的话 所以这算是一档 最近不涨停 但是它涨不停的股票 而且涨到这里 它的价位跟它的净值还差不多 那如果它今年又赚了6块钱 那它的净值要往上再垫高 变成说如果到了年底 它还在这个价格 那它就是一个目前股价低于净值的公司 这是在新日新的部分 所以新日新它绝对是未来折叠机 很重要的一个领导的指标 那新日新上去了之后 我们来看下一档股票 下一档股票是有拿 那有拿其实跟刚刚汉伟所谈到的 是这个有相关的 为什么 因为有拿它跟那一档 它也是那一档的股东 可是它也跟那一档合作 开发9.4寸的高解析度 而且是柔性的MicroLED的显示器 那9.4寸 9.4寸如果可以折 那再打开 那这个萤幕就是有9.4寸 它是高解析度的 这个柔性的MicroLED的显示器 那其实我们先看它的技术面 再来分析它后面的重点 友达最近除了今天 塞根长黑之外 其实我们很难去想象 今年的第二季 大家觉得面板好吗 不好 第二季的报价好吗 也不好 那在这么不好的情况之下 友达的股价好不好 还不错 其实从8月之后到现在 13块涨到16块钱 那这种股票的特色就是说 其实一般人在买友达 你不会买一张买两张 你一定是 因为它的成交量大 那流动性高 所以我们每次投入的金额 也许会比较高 那它只要涨了5% 其实回馈给我们 在相对的报酬的金额上 就会大 所以这是一个市场的人气 也是相当热络的一档股票 那技术面不错之外 我们再来观察后续 在MicroLED里面 最重要最重要的 它在未来的折叠手机里面 它的面板除了可以折之外 我们回到刚刚的一个字卡 其实它最重要的是 MicroLED也要成功 它最关键的技术在哪里 除了它的画素密度之外 它能够达到巨量转移 因为MicroLED是一根一根 细如法师的箱在萤幕上面 所以我们要如何把这些讯号去送到 这些这一颗一颗的LED 而且让它能够正确的去显示出正确的颜色 那当然它有很多的优势 MicroLED的优势太多了 比如说它是 它的耗电量低 它会自发光 不用背光源 光是这一点 在太阳光底下 很多手机看起来都不清楚 可是MicroLED它的萤幕 绝对不会不清楚 因为它会自己发光 所以它本身还具有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那我们再看下一档股票 除了优达之外 接下来TPK 因为折叠手机还是要触控 所以它有外挂式耐米银可折叠的触控萤幕 它是做这个外挂式的耐米银可直叠触控萤幕 那再回到它的技术面上来观察的话 其实最近股价就处在一个很像盘整的区域 没有优达也没有刚刚的新的新强势 可是它也是跟折叠手机有关的股票 那我们再看下一档 下一档股票呢 是这个我们所带的是加联益 那加联益是全球前三大 在台湾前三大全球前四大的软板厂 那它的一个客户就是摩托罗拉 所以摩托罗拉在台湾这一支买得到 而且呢 它是经典刀锋机 里面要用到什么 要用到软板 所以看一下加联益的一个 最近的一个技术面的形态 蛮强的喔 虽然它不是三星的供应商 OK 但是呢 它的股价也突破了七月盘整区的高点 最近才在做整理 那最后一档 它的技术面比较弱是达麦 但是达麦 其实未来在 这个折叠手机的供应链当中 也会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 为什么 因为它做的是PI PI是软板的绝缘材料 会用在智慧型手机 而有黑色的就有透明的 那折叠手机呢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在上面贴 我们一般人用的保护贴 所以我们要贴什么 我们在上面要贴的 如果你要去保护它 你要贴无色的 这个透明无色的PI模 它可以用在软性的 OLED的显示器 那现在三星所出的折叠手机 它的显示器就是软性 OLED的显示器 其实OLED的面板 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供应商 就是三星跟LG 中国都还跟不上来 那友达也没有办法 但是呢 你要能够折 又要能够保护荧幕的话 就必须在上面贴一片 透明无色的PI模 所以再来看达麦 它目前的技术面形态 它是现阶段 位阶上来讲算是比较低的 不过呢 这个地方虽然跳空下跌 可是很快的就回补缺口 所以它就处在一个 很像盘整的一个区域 所以这里面的股票 它们的位阶 从一开始的新日新 它是直接一路往上直奔 虽然不是狂奔 但是这个技术面 是非常强势的形态 再包括友达 虽然第二季明明 这个影印的状况 并不是非常理想 可是股价也是往上做突破 所以这都显示出 折叠机在未来 其实它有些部分 可能已经反映在 这些股票的身上 那后续针对像TPK 像加雷益 或者像达麦 是不是有机会 随着三星的手机 这个新的手机问世之后 而得到更多投资者的青睐 因为市场 它是必须要有人带头 而且很多的股票 它是要有话题性的 它才会成为股价 往上涨的燃料 所以折叠机的话题性 有可能从这一次 三星推出新机之后 就此在台湾的股票市场 开始产生 而且会发酵 好 不过说真的 三星的折叠机 这个只是新的这一款 人家去年早就也有了 只是还没有市场的一个风潮 当然我们还要继续看下去 因为苹果9月7号的秋季新品发表会 大家也在拭目以待 但是当然不可能太惊艳了 对 因为其实它能够 他们的在过去几年 所出的手机都已经效能过剩了 所以说后续来讲 可能大家惊喜度可能没那么高 但是也就是下半年的重头大戏 提供给投资朋友 那我们留在稍后 明天盘式的一个应变 明天礼拜五了 那OTC还是连六红 但是台股的连五红 已经止跌的一个止涨吧 今天日K 这一二三四五六 好那提供给投资朋友 我们留在下阶段回来 看看明天的盘式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